蓝色的巴士环环齿进公车专用道 仔细一看 巴士上只有乘客和双手没握方向盘的司机 台北市交通局于9月30日开放自驾巴士试程 结合5G与自动驾驶科技 在深约时段与台北市幸运路进行测试 吸引许多人前往长鲜体验 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赶快上路 就是最好明天就开始 就是新奇嘛 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司机了 对不对 那他如果24小时都在跑 其实好像也不错 根据台北市交通局的规划 自驾巴士今年开始提供民众试程 日后政府也将参考民众接受度 与未来技术发展 考虑让自驾巴士上路再客 目前的规划是说 因为我们台北市目前夜间 公共运输是有缺口的 就是捷运也没有 公车也没有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 是不是透过无人增加巴士 然后来是不是可以试着 尝试的鼓务这个缺口 目标应该是全天候 对于自驾巴士的推动 不少民众及相关业者乐观看待 认为这项科技将会带来不同面向的益处 不仅能够减轻客运司机的负担 也能提供民众更多元的运输方式 我当然希望自驾巴士开出啊 这样子我们公司 不是 我们驾驶基本上就不会被 需要开那么多的能力 然后我们同时我们的假日 我们也可以增加 对 所以其实人力期待只会让我们分散 我们的 分散我们原本的时数 让我们的驾驶时数变得更合理化 所以自驾巴士其实也不错啊 然而 虽然自驾巴士能够带来不少便利 但根据BBC的报道 在美国自驾汽车的普及 将导致大批专业司机事业 国庆述论坛更预测 到了2030年 美国和欧洲对司机的需求 将会减少50%至70% 而台湾自驾巴士的上路 似乎也让客运产业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无人驾驶 和无人驾驶 那目前现在的驾驶 一定是面临这种失业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应该要一个 很完善的一个规划 看对这些驾驶 以后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 例如我们不要说 立刻就台湾那么多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政府机关能够把研发这种经费 多投入改善现金的劳动条件 跟劳动环境有没有 我觉得才不会粉末再次 近年来科技技术逐渐发展 多数民众对5G AI等高科技 运用乐观其成 但自驾巴士对科运产业的冲击 却也是无法被忽视的疑虑 如何在推动自驾巴士的同时 又不知过度伤害原本的驾驶产业 成为社会大众所关注的焦点 期望政府在未来能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让新科技的出现 不会带来另一项新的社会议题 记者石学如中成员综合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